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交警为某些明星或者政界名流开路的情况 车队浩浩荡荡,其他车辆只能默默地等待 但在印度班加罗尔一名交警在指挥交通时 拦下了原定优先通行的总统车队 为一辆救护车开路 当时印度总统穆克吉正在班加罗尔视察 这位交警的任务是在一个交通路口拦下其他车辆 确保总统车队先行快速通过 当总统车队行驶至距他只有50米时 一辆救护车从另一个方向快速驶来 让总统车队先走还是让救护车先离开 这名交警果断地选择了拦下总统车队 让救护车先走 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 小编不知道这种让国家一号人等待的做法 在其他国家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理 他肯定也知道这个选择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但他毫不犹豫地让救护车先行 还要求其他同伴引导救护车快速通过 这则视频上传网络后 印度舆论一编导都是支持交警的做法 称他的行为是明智之举 其实很多国人喜欢嘲讽印度 确实在很多领域印度还不足以与我们相比 甚至他们的行为看上去还有些奇葩 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向这位交警点赞 我相信就算我们天朝发生这种事 我国交警会处理的更好 车友们说呢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